朋友们好 很快就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 把我们这个小历程再继续优化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PBT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这个第二个实例程序 百度语音识别 今天主要是讲连续语音识别多线程 那么今天这个学习目标 复习一下Python的多线程 然后复习一下类的继承 这也是面向对象的特征之一 那么掌握使用多线程实现连续语音识别的方法 这节课多线程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肯定是连续的录音 因为我在不停的说 我不停的念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多线程是那边调用云端服务不停的在调 只要这个缓存器里边有这个未翻译的语音 他就要不停的去调这个线程 传给百度 那么然后不停的返回这个文本 这是两个方面 Python的这个多线程呢 我们主要复习一下这个threading模块 至于这个比较低级的这个什么thread 然后包括什么这个锁呀解锁呀 不拉不拉等等这些 我就不说了 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初级的教程 我们用这个threading模块呢是比较省心的 而且也比较好用 一般使用这个threading模块呢是不直接用它 而是自定义一个类继承该模块 然后重写它的这个run方法 那么pureqt的这个goi继承threading类 就直接 我们是要把这个python的这个threading类 跟这个pureqt的这个goi class 放在一起就整合到一块 然后呢我们要做的是很简单 将这个threading类写入负类的位置 我们原来这个minwindow这个类 不是继承了ui-minwindow这个负类吗 我们就在它后边写个童话 再加一个threading就可以 然后也要在这个init 就是这个类的这个处理化方法里面 处理化这个负类 并且重写这个run方法 就是我们在pureqt中 使用这个python原生的这个threading类的方法 大家一会儿可以看到我们实际操作 在这里就了解一下就可以 连续语音识别 我刚才说了这个识别程序一直在运行 那么录音程序也一直在运行 所以可以达到一个连续的这个效果 这是一个典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问题 那么生产者就是这个录音程序 他一直在造这个WAV的文件 然后消费者就是这个识别程序 他每次都要读一个WAV的文件 然后扔给百度 百度再把这个文本返回来 这是非常典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问题 那么两个线程呢就通过这个queen就是队列传递数据 WAV文件呢需要特殊处理一下 因为这边呢是有生产者和消费者 他们两个中间呢会有一个这个速度差 或者说要有一定的缓冲 所以这个WAV文件 呃个数就不能是一个了 你不能录的时候不能识别 识别的时候不能录这就不行了 所以要多个WAV的文件 我们这里呢就放了十个啊 你录第一个的时候呢 这个queen里边是空的 队列里边是空的 那当你录到第十个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识别程序只翻译到第五个 就是只转换到第五个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这个 呃有一个缓冲区 让这个识别程序可以一直识别 好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实际操作 该如何进行 呃上一节课我们用的这个程序 呃中间出了点小问题 就是最后的时候 我后来仔细检查了一下 呃应该不是跟我的其他进程冲突了 是那会儿网络就是特别不好 因为这个我后来上传视频的时候 发现只有几k币每秒 我我原来是十兆的网络 这个网络差到如此程度 这个云端识别就调用的就每次都失败了 所以这也是云端识别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把它非常依赖于网络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程序 我们再运行一下看 嗯 百度语音识别 OK 你看这次就非常顺利的识别回来结果了 那么昨天呢 到这个时候就一直不停的这个访问超时 所以这个是网络的问题 跟我们其他的这个进程没有什么关系 呃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好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也继续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 修改呢 这个呃 也不会在大家一行一行的敲代码了 这个毕竟也这个课讲了这么长时间了 大家也也有一定基础了 这个代码我之前已经写好了 我们只是把它贴过来 然后呃 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么我们原来这个程序呢 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你在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呃 当你点击开始识别之后 这个GUI是无响应的 也就是说 呃 我们这个 呃 这个识别的有点问题了 因为我说的比较快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这个整个识别程序在这个 曹汉数里面实现的 所以你整个录音的时候 这个是卡死的 这个界面是卡死的 就是这个按钮是显示一直在按下的 没有弹起的状态 然后你见用这个云端API的时候呢 这个按钮也是在卡死的 就是按下去就弹不起来了 等这些都处理完了之后 这个按钮才弹起来 那么这个很明显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 我们想要的效果是 按一下按钮短起来 然后程序自己去录音 自己去识别 为了做到这个呢 首先我们就要 改一下这个 呃 民文童这个class 我们加入这个多线程的支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直接复制过来 这个不再重复的敲代码 浪费时间 不然一个一个敲 这一截 估计40分钟也讲不完 好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这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类叫mythread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多线程的这个类 它继承了一个负类 叫threading 叫thread 这里边一些初始化 我们初始化的时候直接显示的调用负类的初始化方法 然后传递一些参数 name function还有这个啊 啊啊啊就是这个啊传递给这个方法的这个传递给这个方法的这个传递给这个方式 啊 方式的这个参数 然后下面是get result 就获取结果 就打印一下这个结果 那么这边是重写它的这个run方法 就是这个threading theirthread类的这个run方法 然后重写的时候呢 就是加了一个这个类在什么时候运行 然后在什么时候结束 啊不是这个类就是说我们运行的这个线程在什么时候开始 在什么时候结束 然后oply我们指定的这个函数 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没有什么呃特别的操作了 然后呢我们要在这个mainwindow里边 呃实现这个方法 那么这是我们额外的自己的建立的自己的一个类 然后我们如果呃想让我们这个参照这种方式 如果想让我们这个mainwindow也继承这个threading.thread类 我们是同样的操作 把它写在这里 然后呢 初始化的时候把这个负类也一起初始化掉 在这里我们原来继承这个qmainwindow 然后这个负类也是在这里初始化自己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把我们随便把我们这个threading也初始化掉 然后呢 定义一下它的这个run方法 就把它丢在这吧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mainwindow就有了这个呃自己的这个run方法 那么这个run方法呢 叫apply self.func 这我们就不用额外传递给它参数了 直接指定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apply什么呢 嗯 我们把这个录音程序给它 让它一直运行先 所以就是self.myrecord 好 好 我们apply的是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arguments呢 就不用传递了 好 直接运行这个方法 然后在这个方法里面呢 因为它是一个线程 作为一个额外的线程讯行 那么在这个方法里面呢 我们要对这个wb文件做一个操作 不能每次都往这个里面写 不然那边识别认呢 还没识别完呢 你这边又写进去了 这冲突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要对这个 对这个记录的这个程序做一些操作 这前面的都差不多 不管它 我们后边加一个这个 叫if savebuffer 就是这里边有数据 我们就进行一下 对wb文件的这个处理 原来我们是这边录完了之后 直接就savefile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做一些额外的处理 这就得在外边 搜紧调一下 还是一样的去调用这个 调用这个savefile函数 那么当这个 mybuffer就是savebuffer里边没有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不记录这个数据 然后这一句就可以注释掉了 后边这个streamclose依然保留 我们大概看一眼这个程序 首先呢 我们要在这个 全局变量区 不是全局变量区 就是所有变量区 这个类的所有变量区 加一些 加一个index savefilenameindex就是这个文件的 所以我们从1到10 当这个文件名字小于11的时候 我们不处理 当它大于11的时候 我们把它定义为1 让它重新开始循环 就是因为它是个线程 不同的在运行 我每次录音都是 1234567890 然后1234567890 然后那个识别线程 就是追着它去识别 前识别1的识别2 然后1234567890 这样循环的来进行 那么这边呢 还有一个操作 就是我每次 把这个文件 save了之后呢 要把这个文件名 写入到这个 一个对列里边 这个对列呢 是 录音线程往里边写 然后这个识别线程 从里面读 所以是一个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问题 那么这边呢 我们还要在 初始化程序的时候 把我们这个对列 体现一下初始化 初始化的时候呢 那在这边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初始化的这个 wav的这个对列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 fileindex 我们先把这个 复制过来 坚决不重复敲 好 那么这是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一些修改 那么这样操作之后呢 我们这个运行程序的时候 在最开始这个地方 UI里边就会有一个现成 所以我们 开启线程序叫 它是一个子线程 所以在复线程结束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一起跟着结束 所以我们要再加一句 加一句 让它在复线程结束的时候 跟着一块结束 那么就 set demo 就是set这个参数为处 这个时候呢 我们GUI线程 以这个UI结束的时候 这个子线程就会跟着结束 好 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辅助过来 在这个县程开始之前 设置它的属性 设置完之后 开启这个县程 那么录音程序就一直 不停地在跑 这样改完之后呢 这个录音程序 就可以自己不停地在运行 然后不停地循环地记录数据 循环地记录数据 而后呢 我们还要对这个 Use Cloud 就是这个云端的程序 进行一下修改 这修改的时候呢 肯定第一句 就不能是打开01了 那么它要先检测 这个WAV这个Cream里边 这个 这个堆裂里边 有没有这个 没有被识别的文件 如果有的话 就读出来再进行识别 如果没有的话呢 它就等待这个里面 有数据在说 所以这边呢 也要继续一下相应的修改 那么修改的方式呢 就是先加入一个死循环 然后呢 如果这个Cream Size 不等于0 就是说大于0 就是1吧 或者1以上 它就是处 那么这一条就是处 当这个条件为真的时候 我就从里边读出来一个文件名 因为我们在那边 在这个录音的现场里边 往这个队里边丢的是这个文件名 而不是文件本身 因为文件我们是写到硬盘里边的 把这个文件名读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调用原来的 跟原来的方式一样 就是读这个文件 然后再去调用云端程序 然后调用完了之后呢 再回来再检测这个 所以呢 这个程序跟原来的变化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还是直接复制吧 我就懒得敲了 然后每次识别完了之后呢 睡个0.3秒 让百度也歇一会儿啊 所以要睡0.3秒 这边呢 我就把这个直接带掉 直接覆盖掉 那么这样呢 这个也变成了一个 这个死循环的程序 他不停的去读这个参数 不停的去读这个WAV的文件 好 那么 看来这个20分钟还是讲不完 所以跟大家大概的说一下 我们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还是得分享两节课去讲 那么这边Use Cloud也已经改完了 改完了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 readCreen和writeCreen 这个函数呢 也需要实现 同样呢 我们也把它变成这个类的这个方法 好 在这里 直接考虑过来 这是整个重现了这个 怎么把一些 我们以前写的这个零散的这个函数 变成一个类的方法 OK 这样就可以了 传递给它self 就是这个实力本身 然后呢 对列的名字 然后要写入对列的这个数据 然后读对列呢 就是只传递给它这个实力本身 还有这个对列的名字 然后它就直接返回这个从对列里面读数据 那这样操作就可以了 好 我们第一部分先讲到这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